好同学们 那么这一小节啊 咱们去讲解一个知识点呢 是我们的这个列表的一个复制 那其实列表复制非常简单啊 就是一个copy函数 都不需要去书写任何的参数 那我们看一下操作的这个流程 如果我们有一个原始数据 比如说name list 那么存成了一个列表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列表序列名点copy 那就能做到把我们的列表数据复制出来一份 那一般工作场景下呢 我们会把复制出来的这份数据啊 存到另外一个变量里边来 那这样的话呢 我的数据是不是就有原始一份 和复制出来的一份 那么接下来啊 老师要给同学们拓展一下 copy这个函数非常简单 那么在工作场景下 我们为什么要去复制列表的数据 那这是一个关键点 那接下来啊 同学们听老师讲 在工作场景下啊 我们一般都非常非常的重视数据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程序啊 控制的就是数据 一般我们的数据来源 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就比如说 数据来源可能有几种情况的 比如说 人工手动录入 就像伴侣老师 录入学员信息一样 录入到系统里面 再有就是比如说 爬虫技术爬取来的数据 再有比如说 发调查问卷 一个一个收集来的数据 再有比如说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 通过用户注册邮箱一样 一个一个累加注册来的数据 那么这种数据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一般在工作场景下 我们涉及到修改 或者是删除数据的时候 一般都会复制出来一份 保留原始数据的基础之上 再做修改和删除 那无论你修改成什么样 删除成什么样 那我原来的数据 是不是还有系统里边 一个保留情况 对不对 所以说 那么在工作岗位下 一般涉及到数据的 这个比如说修改啊 删除啊 尤为是删除 那我们会提前 把它复制一份 再做删除操作 好 那么接下来啊 咱们就这样吧 跟着老师啊 回到派场当中来 咱们把这个copy函数啊 做一个实验 那我们打开派场 在派场里边呢 我们有一个列表 复制数据的这么一个文件 老师已经准备好了 一个nameless 这么一个列表 那copy函数的调用 无非就是列表序列 打点我们写上copy这个函数 那么工作中 刚才老师讲了 我们是不是一般 都把复制出来的数据 存到一个新的变量里面来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验证一下 有没有复制成功 怎么验证呢 打印list1 再与此同时 打印原列表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两份数据 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啊 当老师再去右键转一下 同学们注意来看 两份数据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那证明copy 是不是就copy成功了 那接下来啊 copy这个函数 做实验完成了 咱们这样吧 回到笔记当中 咱们做一个小回顾啊 回到笔记 在笔记当中 我们说涉及到函数 copy 那么是不是就是 做列表数据复制用的 怎么用呢 列表序列 点copy 是不是就能做到 把我们这个序列当中的数据 进行一个复制 工作中复制完了 是不是把它存到 另外一个变量里面 这样的话 我的数据 是不是就一共有两份 那一份修改 另外一份 是不是做保留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copy函数 它的一个必要性 非常简单 同学们刻下 把这个单词 稍微记一下就行了 那同学们要注意 一般工作中 涉及到删数据的时候 我们一般把它copy一份 再做删除啊 好了 那老师把咱们复制 这个数据 这么一个视频 咱们稍微暂停一下 谢谢大家